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再度升级 纽约时报14日称 加拿大和中国的外交冲突 14日达到了最危险级别 加拿大总理认为 中国选择武断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 令加拿大极为关注 而且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当局重审谢伦伯格案 跟孟晚舟即将被引断美国有直接关联 质疑中国重审此案 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 谢伦伯格在2014年12月被捕 在2016年3月首都受审 直到2018年11月 才获得了15年监禁的首个判决 却在2018年的12月 被发回原法院重审 这个重新审判 却进展的非常迅速 法庭在上诉裁决后 16天就安排了重新审判 而且只经过了一个60多分钟的宣判 便迅速做出了死刑判决 而且据报道 这一案件的其他两个嫌疑人 还没有归案 显然这个审判 只是在走一下法律的过场 背后应该是中共当局的政治决定 有学者说这是中共政府将人质外交升级为行刑外交 此话不无道理 只是中共当局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敲诈和威胁 说这还是外交似乎有点太客气了 在中共的媒体上 关于这个案件的介绍 完全都是中共当局的一面之词 对案件的真实情况和细节的披露非常有限 那个加拿大人在其贩毒案重审的过程中 坚决否认自己对贩毒活动之情 声称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相关的律师也说 尽管这个案件拖了四年时间 但这个案件的证据很不充分 一审时的结论就非常勉强 所以那个加拿大人才决定上诉 结果刚好赶上了孟晚舟事件 被中共当局做了棋子 其实就是从中共的立场看 这次重新审判 判处加拿大人死刑 无疑也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做法 这无疑公开宣布 中共所谓依法治国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相对于中共在大外宣上的巨额投入 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让中共当局的 一切心机和努力 等于完全做了无用功 中共当局如此简单粗暴的 审理加拿大人的这个案子 只会在国际社会上 造成严重的信誉危机 加剧西方社会对中共当局的不信任 具体而言 在华为公司的问题上 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排斥 就孟晚舟被引渡一事 这或许也会强化加拿大政府 和中共当局打交道的立场 据有关报道 此前中共当局也曾经审判过 不少外国人涉毒案件 并且也处决过几个外国人 但是从整体上看 中共当局对这类案件的审判 政治因素占有很大的部分 中共当局处决的人犯 基本上都是来自那些 在政治上正和中共有摩擦的国家 比如在2010年到2016年间 共有6名日本人因毒品犯罪 在中国被判处死刑 遭处决的几个日本人 几乎都是在中共需要煽动 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被执行的 按照中共的法律 涉及海洛因50克以上 就可以处死刑 2011年一个俄罗斯女子 携带两公斤海洛因 进入中国内地 结果只被中共判处了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中共的法律完全是因人而异 没有任何公正可言 这次中共当局处理加拿大人涉毒案件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那就是中共当局对整个案件的处理 格外的高调 在开始审判之前 便做了极为夸张的宣传和鼓噪 唯恐天下不知道 中共要进行行刑外交了 国际上的一些专家 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国际特赦组织 中国研究院的一个专家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案件 因为匆忙的重审 以及当局似乎故意希望 外国记者报道此案 这样做显然涉及一个背景 即他们通常禁止 或者阻止外国记者 报道案件的审判 所以这看起来很是古怪 美国乔治华尔森大学 中国法教授也撰文称 法庭罕见的主动邀请了 国际媒体旁听审判 显然有意提高案件的 国际关注度 值得注意的是 就这位加拿大人 涉渡案件一审审理之前 大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 天剑网 特地发布了一则消息 针对辽宁省高院 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通知 是一条只有几十个字的 简短通知 天剑网用极其夸张的评论说 坊间说得好 消息越短 事越大 本网独家可靠消息源 据说一审认定的走私毒品 数量巨大 公布出来会吓你一跳 小编也真是佩服这位加拿大老兄的胆量 居然敢在中国走私毒品 而且还数量巨大 要知道中国刑法对毒品犯罪可是毫不容情 绝对的重重重罪 天剑网是大连政府的窗口 小编公然说出这样威胁敲诈的话 这显然是中共当局受益而为 而且天剑网的这则消息还被著名的环球网转载了 大约是有人担心加拿大政府可能对天剑网关注不够吧 事实上在十四日大连中级法院宣判之前 外界已经普遍预感到那个加拿大人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一般来说 中共的法庭审理不对外公开 更不邀请外国媒体 中共当局严格限制外国媒体对中共司法审判的现场报道 特别是那些政治犯的审判 中共是严格禁止外国人旁听 而且往往都选择在西方的主要节日期间进行 而这次审办加拿大人的涉毒案件 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个策略很不寻常 不仅中共的媒体不断渲染和烘托气氛 而且还主动邀请外国媒体到现场报道 似乎是要把杀人产生的恐怖效果搞到最大 目前包括加拿大美国欧盟等几个国家和组织 都一再呼吁中共当局应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 在刚刚过去的1月10日 加拿大总理对媒体说 中国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加拿大的行为是负责且合法的 加拿大总理称 我们将继续向中国解释 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们将遵循适当的程序 当我们以负责且合法的方式行事时 中国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任意拘捕两名加拿大人是不可接受的 加拿大问题报道称 这应该是该国总理第一次称 中国的拘捕行为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实际上 加拿大和中共政府的关系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 另一据报道 针对谢伦伯格被判死刑 加拿大总理对记者说 由于有加拿大公民在国外面临死刑 加拿大政府将代表谢伦伯格 与中国方面进行斡旋 在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 必须这样做 政府将竭尽所能 说服中国方面 不要对谢伦伯格执行死刑 对于这一点 其实加拿大政府并没有多少办法 中共当局倒是可以随时改变审判的结果 但加拿大方面 却并无多少筹码可以交换 可以想象 加拿大方面绝对不能无视和美国的引渡条约 而放回孟晚舟 而且美国方面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华为和孟晚舟违背了美国的禁止令 把美国的产品销往了伊朗和叙利亚 如果在引渡孟晚舟的问题上 加拿大对中共政府做出重大让步 那将对加拿大国家形象造成重大伤害 当然也会丧送掉这届加拿大政府 通过这次审判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当局是越来越肆无忌惮的 特别是对那些还希望跟中国进行贸易的中小国家 中共当局变得格外的疯狂 更是欺软怕硬 恶棍嘴脸暴露无遗 有句光棍的话叫做攻击下蛋亲眼所见 中共的所谓四个自信 其实概括起来就是这句光棍的话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中共当局把他们统治中国的模式 在不断的用于国际社会 他们完全依赖强权 公然撒谎 中共的这种恐怖统治 不要你信 更不要你服 只要你怕 中共当局在这次审判的宣传和鼓噪上 显然就是想在国际社会达到这个目的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的官场在加速劣质化 尤其是习近平的那些亲信 普遍的无知无能和无德 而且中共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和风格 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越来越粗暴 越来越蛮横 越来越没有底线 最典型的势力 就是中共当局 因为一本涉及习近平私生过的书 他的出版 而越境绑架了多位香港书店的工作人员 其中有瑞典人 有英国人 而国际社会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给中共施加足够的压力 国际社会的这种绥靖政策 导致习近平更加变本加厉 在这个路上越走越远 从习近平及其亲信的身上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义和团和红卫兵的影子 这显然是不祥执招 这次 中共当局如此简单粗暴的审判 加拿大人涉毒案 这不仅是对加拿大的羞辱 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 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能正视 中共的这些威胁 未来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